聊着致意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济南道人 济南府有一位道士 籍贯不详 姓名不详 无论冬夏 他只穿一件单薄夹衣 腰迹一根黄丝绳 从没换过衣服 他经常用半个梳子梳理头发 便把梳尺插在发际上 像帽子一样 他每天光着脚行走在街市上 夜间便睡在街头 离他身体树池以外 冰雪都融化了 道士刚来到济南时 以幻术表演来谋生 众人争着施舍 有一个理相间的无赖少年 送来些酒 想学习幻术 道士拒绝了 正赶上道士在河边洗澡 无赖突然抱走衣服 加以腰鞋 道士拱手作衣说 请把衣服还我吧 我就不吝息交给你 无赖担心他反悔 依旧抱住不放 道士说 你真的不还吗 无赖少年说 对 道士默不作声 不久便见黄丝绳变成一条蛇 身粗可搭树卧 在无赖少年身上绕了六七圈 瞪着眼瞧着他 朝他脸上吐着心子 无赖少年惊恶异常 神色惊慌 只求饶命 于是 道士终于拿下黄丝绳来 其实那只是丝绳 另有一条蛇弯弯曲曲地爬进城去 从此 道士更加有名 乡绳之家听说了全去拜访他 他从此便在乡绳家中往来 私道长官都得问其名 常请他前去 一天 道士要在水面亭设宴回请诸位长官 那天 被邀的人各自在暗头见到道士的请帖 也不知道怎么送来的 诸位长官到了后 道士亲自迎接 大家进去后 却见静悄悄的一座空庭 连坐踏基案也没有摆放 有的人怀疑他的诚意 道士看了看诸位长官说 频道没有仆人 请借用诸位的随从帮个忙 诸位长官都答应下来 道士在墙壁上画出两扇门 并用手敲门 里面有人应声开了门 大家一起进前去看 却见到摇曳不定的人影在门内活动 屏风 帐漫 床踏 基案 样样俱全 立即有人把这些东西传送到门外 道士让差役接过来 摆放在亭中 且不要与门内的人讲话 所以 门内门外传送东西时 只是相顾一笑而已 不久 亭中摆满了器具 极为奢侈豪华 接着 美酒佳肴 一样样都从墙壁中传递出来 在座的客人无不经意 水面亭本来背淋湖水 每年六月时荷花开遍 接天连河 一望无际 但此夜时当寒冬 窗外茫茫一片 只有水雾笼罩的滤波 一位长官偶然感叹道 这次生会 只遗憾没有荷花可赏 大家都随身附和 不一会儿 一名轻衣差一进来道 堂中长满了荷叶 满座无不惊讶 推开窗子放眼望去 果然满眼都是青葱的荷叶 夹杂着荷花 瞬间 荷花接连着开放 北风吹来 荷花的香气气人心脾 大家感到诧异 打发差异去划船采连 不久 派去的人回来了 空手来见长官 长官问何至如此 差异说 明明见花开在荷塘 我们逐渐滑到北岸 反而又远远看见荷花开在南面的水面上 道士笑了笑 说 那些都只是幻术结成的虚花 没多久 酒宴将近 荷花也在凋谢 北风骤然吹起 把荷叶吹折得一点不剩了 极东道的道员非常高兴 将道士请回府中做客 一天 道员与客人喝酒 道员一向有家传好酒 每次只请客人喝一斗酒 不肯让人随意多喝 这一天 客人十分喜爱那酒 一再要求再给真酒 道员却说酒已喝光 道士对客人说 如果你想过把酒饮 可以来找我要 客人请道士兑现诺言 道士把酒壶放在袖子里 不一会儿便取出为大家满酒 那酒与道员家的家常美酒根本没有两样 众人都痛饮了一番 道员心中疑惑 进屋去看酒坛 没有动过的痕迹 里面却没有了酒 道员心中暗自羞愧恼怒 抓了他拷打 不料 棍子刚打下去 道员就觉得屁股剧痛 再打下去 屁股上的肉都粘开了 虽然道士在堂下很疼 道员却已经血染座椅 只好停止靠打 把道士赶走了 于是道士离开济南 不知去向 后来 有人在金陵遇见过道士 依旧是以前的装束 同他讲话却笑而不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丁 转发丁 转发的